47. 中國政券報 極端情緒減弱加倉積極配置 2015年7月20日投機導航J07概名譽金牛理財網 個名譽上週上證指數下探後大幅回升 州內各板塊分化顯著 前半州互強心弱 後半州心強互弱 整體上中小創強勢反彈 具體來看 上證中指上週上漲2.05% 護深300上漲1.09% 中證100下跌2.24% 中證500上漲10.35% 中小板指上漲9.26% 創業板指上漲9.76% 但對於分級基金表現並不樂觀 上週分級股B跌多漲少 分級股B持續反彈 在此環境下 金牛基金組合前週五已開始加倉 上週整體業績領例 積極型組合上週上漲12.56% 穩縣型組合上漲8.88% 保守型組合上漲5.68% 截至2015年7月17日 三組合至構建2013年1月1日 以來 其間成份基金及配置比例調整過四次 正值積極型上漲89.66% 穩縣型上漲82.07% 保守型上漲46.34% 今年以來正值分別增長32.76% 35.21%和24.26% 總體來看 金牛基金三組合收益風險屬性定位清晰 業績中長期走勢相對穩健 但近一個月由於股市非理性波動業績回次較大短期受損嚴重 不過我們量化指標依然看好 A.股中長期走勢 而且歷史數據驗證該指標在大類配置方面中長期指示作用相對正確概率較高 在大類、股票類、債券類、貨幣類 配置方面,內部構建量化擇時指標 當前該指標依然顯示權益類市場機會大於風險 且近期監管曾連出金牌救市並成效顯著 再投資機會難得 各個組合將積極加倉應對 以獲彩較佳的收益 積極型 適宜人群 收益風險承受能力較高的投資者 穩健型 適宜人群 收益風險承受能力適中的投資者 保守營 適宜人群 收益風險承受能力較低的投資者 三組合在2015年7月9日加倉權益類 持續減持債券類及貨幣類倉倉位 具體配置比例如下 積極型組合股票類基金配置8% 穩健型組合股票類基金配置8% 債券類基金配置8% 且為股性較強的二級債機 保守營組合股票類基金配置8% 債券類基金配置3% 重點推薦積極營、穩健營組合 成分基金方面 對於權益類基金 基於國內經濟轉型創新的大環境創業版中 小盤中長期的機會或大於主版 且經過前期的暴跌中小風格的基金風險有所降低 配置型投資者仍可重點關注 權益類基金建議重點配置中歐、華商、 會添付其下的產品、債券類基金方面 基於股票牛市的大環境 重點選取股性較強的二級債機 譬如博士、二方達、南方、 建訊其下的部分積優二級債機或轉債基金 以提高收益、貨幣類基金方面 作為流動性資產僅配置10% 主要關注資產規模領先 流動性較好、收益率穩定的大型基金 公司旗下產品 主要關注廣發、南方、博士、 二方達旗下的貨幣基金 短期內看 股經歷四週多的千股跌停和千股漲停的非常太厚 隨著做多信心的續戰恢復、 槓桿略的穩定以及復派股票的增加 極端情緒正逐步減弱 市場趨於正常 開始回歸萬牛 建議持續關注成長性較強的中小創分級 B 建議基金的投資者提高倉位 拿著機會 積極配置以待反彈 基金組合資產類型配置比例 基金代碼基金簡徵配置比例 積極型股票雷九十百分之二十一萬三千零八 保營資源優選股票二十百分之六十三萬零一 華商主題精選股票二十百分之二十三萬三千零九 大摩多因子策略股票二十百分之二十七萬零二十一 廣發、聚稅股票十五百分之十六萬六千零九 中歐新動力股票百分之十五 貨幣類十百分之二十七萬零四 A廣發貨幣A百分之十穩健型股票雷七十百分之五十一萬九千零九十三 新華鑽石品質企業股票二十百分之七萬零一十三 加實研究精選股票二十百分之六萬一千零五 富國天衛成長混合十五百分之六十三萬零五 華商動態阿爾法混合百分之十五債券 類二十百分之二十萬二千一百零五 南方廣利回報債券 A、B百分之二十貨幣類十百分之零五零 003博士現金收益貨幣百分之十 保守型股票雷五十百分之三十二萬零六 惡抗零活配置混合二十百分之零七零 002加實增長混合十五百分之十六萬三千四百零二 百分之十四百分之十五債券類四十百分之十一萬零七 二方達穩健收益債券A、二十百分之五十三萬零一十七 件順相式紅利債券百分之二十貨幣類十百分之二十萬二千三百零一 南方廣金增利貨幣A、百分之十柱 《金牛基金組合》第四期始於2015年4月9日《金牛基金組合》第四期基金配置命誓